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五湖豆漿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據說這家店在這裡是歷史非常悠久的店家 品項蠻多種的 好那剛詢問店家說這邊比較有名的是燒餅類 那我要一個燒餅夾蛋好了 燒餅夾蛋跟小籠包 4克還8克呢 一籠好了 然後一杯冰豆漿 正常甜嗎 有微甜嗎 有啊也有無糖都有 微甜的就好 有微甜就可以了 好這就好嗎 對 這樣的話怎麼120喔 120好謝謝 那那個小籠包有調味醬嗎 要 醬油膏還是醬油 醬油膏 好 謝謝 好感覺蠻讚的喔 那個 油條都自己炸了 上次有一個不好的回憶 某某早餐店那個油條都軟軟軟軟 1 2 3 4 5 6 7 8 謝謝喔 好謝謝 好剛有詢問過店家他們這個油條都是自己做的喔 讚啦 一樓跟一個燒餅蛋喔 好謝謝 謝謝你 現做的看得到 好那緊接著就來到 之前亨照以前有個粉絲叫我拍的 福德涼麵 好那個粉絲已經消失很久了 哈哈 好今天台北市的天空蠻藍的 那也蠻乾淨的啊 據說這個三合一湯也是不可錯過 好那牆上就有非常多這家店的報導 看來是明店啊 欸港蓋出名 好那我要 2個麵 然後2個那個 6 6 2個 1個味噌 1個味噌 6CB喔 欸那我 我還沒點 你再加一個袋子 袋子喔 我還一個小碗的涼麵跟那個三合一湯 好 欸 欸我要啦 要啦 啊 845 好OK 啊你的250 好謝謝 阿小姐你要什麼 兩個大個涼液 三幾個好了 好 生意還蠻好的 再來就回家開箱 好 現在我們今天回到家了 那就從小籠包開始 那昨天有朋友講到說 為什麼我下面要放這個抹布 事實上只是因為這個紙盒 會滑來滑去 所以我才墊抹布 就這樣而已 沒有別的問題 這個紙盒滑來滑去很煩阿 好 現在就吃吃看這個五胡豆漿的小籠包 據說蠻好吃的喔 欸 好像還好 醬油還滿甜的 哈哈 欸 它的肉餡也甜甜的 我單吃一個看看 喔 感覺皮蠻厚的阿 個人阿 個人沒有很喜歡 因為算是厚皮的小籠包吧 然後湯汁比較少 然後肉餡甜甜的 然後醬油膏也過甜 所以這個蠻影響口感的 是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皮過後 然後內餡甜甜的 醬油膏也甜甜的 所以這個 這個我覺得只有 好 不與製品 那看個人 我不喜歡而已 只是我個人 好 那小籠包個人不推啦 是我自己本身的問題 其實它皮比較厚 內餡也比較甜 醬油膏也比較甜 然後 它好像還有一個 有一個蒸籠的味道 好 我說不出來那種感覺 就是悶比較久 好 都是我個人 只是那個品項我不喜歡 好 再來是這個 燒餅夾蛋 嘗嘗看啊 好 店家不好意思啊 那我只是說我的感覺而已 好 那請您見諒一下 好 在這個 燒餅夾蛋 嗯 還可以喔 但是它這個皮 感覺就是 有一層 有一層硬皮 在中間的感覺 好 我再吃一次 嗯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就這個啦 感覺中間有一層硬皮 這樣 這個這個口感不太好 嗯 我之前吃別家燒餅也不會這樣啊 哈哈 嗯 嗯 感覺就是 燒餅夾蛋啊 但是 口感稍微比較沒有那麼精緻啊 它中間就是有一層 硬硬的感覺 然後 影響口感啊 就是 嘖 好像那種蛋糕喔 鹹蛋糕 那個皮中間有一層 一層那個硬硬的皮的感覺 呃 照理講燒餅應該應該是不會這樣 好啦 那可能都是我自己的問題 也許就是店家就是 呃 這種特殊的口感 哈哈 哈哈 好 啊 不好意思喔 那我覺得這個燒餅的分數是 70分 都是我個人啊 沒有很推 這是我自己 好 再來是豆漿 早知道涼麵買大份 哈哈 這樣我還吃不飽 有 蠻多的我都沒有吃 我說這裡的部分 呃 豆漿也很淡 哈哈哈哈 這這這這怎麼回事啊 嗯 淡得像水 呃 好 那這三項分數我都改一下 都全都不予置評啦 就是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 但生意是蠻不錯的啦 好 那就看各位朋友自己的選擇 我是沒有很推喔 個人覺得沒有 好 那豆漿就這樣 豆漿店 好 那下一家福德涼麵 這個 這個 非常有名的店家 灰熊 然後這個 林口的粉絲 那麼的推薦 伊爾再再三的叫我吃喔 那應該是蠻厲害的 我是從邊邊刺開的啦 因為這個結不太好 不太好開 剛嚐到一點醬 口味還不錯喔 但是這裡面看起來好像有我 不太喜歡的花生醬 好 先去吃吃看啊 嗯 好像有花椒跟辣椒的味道 還蠻香的 然後還有這個大蒜跟醋的香氣 感覺就是 外省式跟台式涼麵的混合版 還不錯喔 嗯 麵條蠻Q彈的 醬汁就是不濃也不稀這樣 但是我比較喜歡 酸一點的外省式涼麵 那又是我個人的問題啦 哈哈哈哈 但是還蠻好吃的 分數我覺得是90分 看個人 確實口味不錯 這個算好吃的涼麵 還蠻濃的 嗯 不錯 好 那就比較推薦涼麵 這個口味真的是不錯 它聲音也很好 嗯 好吃 小丸醬也還算蠻多的喔 不錯 90分 醬汁就是有這個花生醬 芝麻醬 然後 醋啊 糖啊這些 然後花椒辣椒吧這樣 好再來是這個三合一湯 搞到現在我還沒有吃飽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好現在吃看這個 控碗 唉呦 喔 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為一般24小時的經營的店 我都沒有吃到過好吃的 哇 三合一湯確實好吃 讓我蠻詫異的喔 我很期待的 讓我覺得 不期待 我不期待的 我覺得 唉呦 讓我覺得有驚豔的感覺 哈哈 我有看它是 蛋市現煮的 三合一湯也蠻好吃的耶 欸 欸 好吃耶 原來這駐林口的粉絲醬推薦是有原因的喔 但是我相信我現在拍的它也看不到 因為它至少超過一年半沒有來了 哈哈哈哈 好 沒關係喔 人就是來來去去的 我沒關係 好 在美食世界以食會有 但是人跟人之間的緣分很難講 有時候是長期 有時候是短期 有時候是超短期 有時候是超短期 沒關係啊 好 好吃 然後這個湯我覺得是95分 現場是一定更棒 好吃 來自林口粉絲你推薦的不錯 嗯 厚 但是你應該沒有辦法再推薦了 哈哈哈哈 味噌的口味也不錯 讚 但是我到現在還是沒吃飽 我可能要等下再煮碗泡麵 好 那 就推薦兩面是我個人的問題啦 那家也不錯聲音也蠻好的 就是可能是 剛好不合我個人的口味而已 就大概應該就是這樣啦 口味畢竟是還蠻主觀的啦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台灣加油 台北加油 各位朋友加油 我自己加油 店家也要加油啦 哈哈 好 咱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祝各位朋友有愉快的一天